恆春的龙水社区有全台最美稻田的称号 除了可以远眺墾丁大午山之外 这里还采取了有机耕种 保留了当地的生态 稻田旁还有一个在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鹿丝林 由非常多珍贵的水鸟去栖息 近几年社区开始发展农业小旅行 带游客体验耕种 享受亲近大自然的乐趣 小生哦 保持安静 讲话不要太大声 讲话不要太大声哦 那脚步要放轻一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鹿丝林 恆春生活一甲子的秋月姐 脚步轻盈带着我们穿梭小镜 一探在地人才知道的生态秘境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夜鹿 然后它的浴厨 它已经在警觉了 那你还看到那个旁边 白鹿丝 我们称这里是鹿丝林 那住了很多鹿科的鸟类 猫咪的树林 原本还看不出个什么端倪 还好有熟门熟路的秋月姐 找到最佳观赏点 让大伙儿能近距离一窥树重建的生态 这个生态池呢 原本以前是这户龙家用来养牙的 它现在牙已经不养了 所以它这个池子里头 就有很丰富的那个生物在里面 就正好现在鸟列住进来 这是龙水社区小旅行的固定路线 没有古板生意的教学 而是带着游客走进田间 就连一条灌溉沟渠 也成了最浅显易懂的生态教室 首先可以看到在游动的是 我们的台湾石坟 那你看到两边沟渠的壁上面 粘附着很多的螺类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够干够脈酒 台湾黄金险就是这么的大一颗 随手一抓就是衍生的螺贝类 它们号称水质监测员 水质够不够干净 看看它们的个头就能知晓 干净的水源源自于天然的地下泳泉 让龙水社区从清代开始 就是恒春半岛的粮仓 稻叶在洛杉风的吹拂之下 卷出一波一波的美丽稻浪 在这里种田超过50年的阿东贝 不论天气如何 每日都要来田里寻一寻 它在头的西方堂 西方堂的发生 强劲的洛杉风能吹走虫子 所以恒春稻米的冰虫害 总是比别的地区少 十多年前 龙水社区开始提倡有机稻作 锅盆农药 物食化肥 只是会吃稻叶的福寿罗越长越多 面对仅仅抱叶的罗卵 阿东贝可是有一套独门心法 如果想说你的新娘家给我们团阵 就给你派 有宿逼喔 对啊 落这餐在这里 它就没出去了 我们从92年之后 开始在这个区域推广有机水道 沟区里面的鱼虾都回来了 罗雷也回来了 然后旁边的水鸟生态全部都回来 想说跟生活跟生态一起结合在一起 他们可以亲手来这边 可以很亲近很轻易地碰触到土地 碰触到水里面的东西 其实对他们来讲还蛮感动的一个过程 用农业旅行带领游客热视土地 看见台湾生物的兵分样貌 最后更有一碗澎湃的米饭 让游客品味丰收的快乐 盖住那边一旦 以前我们盖住的是烧饭饭 不像一天 今天你来帮我盖三天 今天我去帮你盖三天 那煮菜呢 就可以煮一个蓬勃的饭 去餐人吃 我们这一碗大碗公饭里面的春夏秋冬 那也就是农夫一年到头的辛苦 都在这一碗饭里面来呈现 从有机农作区到生态秘境探险 透过小旅行 土地能跟游客对话 更重新定义了农业的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